打完恰久的話,我們今天要上課了 中文字幕記者 李宗盛 各位好玩,我們現在開始來上課,請起立 走勒 大家請坐 大家午早 請問各位了解說 我們的機子要怎麼擺 你們回去家裡有些人買四面機子 有些人買一面機子,我們的機子要怎麼擺 一機一機要怎麼擺,那有道理的,那有整機的 你們不知道要怎麼擺 第一是美國國機 擺的時候由左到右,第一個美國國旗 第二個是我們那個美國軍事佔領的旗子 第三個是日本國旗 那為什麼不是擺日本天皇的旗子 為什麼是擺日本國旗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對不對 那為什麼 那時候政治局很多委員在問我 為什麼擺日本國旗不是擺日本天皇的旗子 你知道日本天皇旗子跟日本國旗是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不擺日本天皇的旗子 然後第四個是擺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旗子 對 所以先拜說的對 我們天皇的管理現在去用suspend 現在掉在那裡 所以我們不能用天皇的旗子 如果天皇恢復他的權利 我們這裡擺的就是天皇的旗子 日本天皇的旗子 為什麼一剛開始要跟各位講這些 各位現在是國旗班的學員 明天會保你們就結業了 結業你們就具備台灣民政府高級公務員的資格 你要成為高級公務員 你是政務官 你不是事務官 政務官第一個要學會領導 那領導先決要件 你要先領導你自己 我們等一下看一段影片 看看現代的社會是什麼 我們先從一個很和樂融融的家庭 他們晚上的這個作息開始 我們現在先等一下我把這個窗簾關起來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那段影片 好 這是你看一家人晚上 都回到家了 小朋友也做完功課了 美國的家庭爸爸也做完功課 這電燈可以關起來嗎 前面有開著電視 他們電視有開著 然後三個小朋友也都在 不是 一個大人兩個女兒 媽媽可能在廚房忙吧 他們全家都在幹嘛 低頭組齁 可能 上面沒有還沒有那個 這不是廣告啦 這是他們現實的家庭 上面沒有打一個蘋果齁 還好他們還有共同的話題這樣 老闆 哈哈哈哈哈哈 死了 高朋友齁 你會看到右邊的小朋友齁 他完全的活在他自己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現在最新的齁 電視在怎麼做廣告 讓各位知道為什麼現在每個人都會齁 人手一機齁 是 媽媽可以用電腦做菜 爸爸在電腦上處理所有一切事情 小朋友可以在上面做功課 全家人和樂融融的一起玩電腦 不多啦 一台都一萬多塊而已 他告訴你下載這些遊戲都不用錢 Hundred Free Curio is the affordable, durable, family-friendly Android tablet that's loved by kids and trusted by parents So why hand over your expensive tablet that can easily get damaged? Log on now to get the fully loaded Curio 7 Android tablet complete with accessory pack, protective bumper and easy to set up parental controls and safe browser filters all for three payments of $49.99 And with your order, we'll preload your Curio with 25 full version apps a $100 value free And when you log on, find out how you can get free shipping It's time for a tablet that's built for families It's time for Curio Order Now 好,電燈打開 廣告人之前,Order Now 50塊錢而已,代表多少 1500塊啊 你就有很愉快的家庭時光 很愉快的Family Time 這個伴侶之間的時間 只要一台50塊錢的機器 50塊美金 1500塊台幣的機器就搞定了 這真的很諷刺耶 還有一部 還有一個廣告我看的印象很深刻 那個爸爸媽媽帶著一個小baby infant 就是兩歲之前的小朋友 然後還帶一個這個大概五六歲的小朋友 一家人四個人到Villa去度假 然後全家人晚上 全家人晚上三個人都會玩電腦 所以他們為了讓小baby不要吵 那小baby才一歲多 所以在他床頭擺了一台 那個Apple的平板電腦 全家四個人一起玩電腦 這樣晚上都不會吵 你看現在的這個生活 你如果再看上一期的商業週刊報導 上一期的商業週刊報導說 所以現在聰明的人都開始變笨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處理大量的資訊 你要一進辦公室 你有多少資訊要收 你有email 你有line 然後你有那個電腦要打開 你有時事 你有辦公的事情 你有私人的朋友的事情 你會突然一大堆的資訊進來 然後你可能當下要處理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發覺現在美國的那個哈佛大學的研究 現在的每一個人平均智商 智商都降了20% 這很可悲 你的智商如果 你的智商如果沒有150 你降了20% 你的智商如果100降了20% 你智商剩80 為什麼智商會降下來 因為你的大腦沒有辦法同時處理那麼多的資訊 你的大腦沒有辦法 今天要跟各位講 喚醒你心裡面的巨人 今天在講什麼 我們去思考一下 我們去思考一下 在遠古時代 聽說人類都可以活超過1000歲 他們沒有文字沒有語言 沒有文字沒有語言 那他們怎麼溝通 他們怎麼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 他們怎麼溝通 人類沒有文字沒有語言的時候 他們怎麼溝通 動作嘛 肢體語言嘛 用心去溝通嘛 肢體語言動作 不用講太多 因為沒有文字啊 沒有語言啊 他們都用圖畫啊 用畫圖的啊 然後用那個肢體動作去溝通啊 有時候這個可能一個眼神一個動作 一起去打獵一個眼神一個動作 就知道彼此知道要做什麼 有了文字有了語言之後 人類就更能夠溝通了嗎 我們有了文字語言以後 人的溝通呢 卻越來越困難耶 為什麼 為什麼有了文字跟語言之後 我要講的東西 我要表達給各位的 反而各位越難理解 越難聽得懂 越難聽得明白 聽得清楚 為什麼 因為太多修飾了是不是 因為我講得很清楚 你們聽得很明白 然後你們卻不了解 最近原神出版社 我每次都幫原神出廣告 最近要跟原神出版社聯絡 看他有沒有 那個給我一些這個特別的優惠 最近原神出版社出了一本書 叫做 克韓學院的教育奇蹟 有沒有人看過這本書 他裡面提到 這個人是目前 讓比爾蓋茲最忌妒的人 在台灣現在也都有 你可以上台灣的網站叫軍醫 這裡面都有教 教小朋友 教小朋友念書 全世界 他這個年輕人他剛開始 他是 麻省理工學院的那個 統計學系畢業的 塑學很厲害 他的孫子 塑學很壞 所以他為了要教他的孫子塑學 他就開始在想說 我要怎麼教 比較快 然後他在研究的過程裡面 他就會開始去找資料 他發覺很多大學的教授 他們研究出來的資料 他們卻不去用 比如說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他們去研究出來 人的注意力 我現在跟你們講話 我為什麼剛剛給各位下課五分鐘去走一走 我現在在講話前十五分鐘 你的注意力最集中 他們分四個階段 一個小時的演講 第一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然後看人 記得最清楚那個老師講的是哪一段 各位猜猜看第一段還是第四段 很多人覺得說 快要演講結束了 注意力最集中 快下課了 8點45分 等一下8點56下課 那段老師講的我聽得特別清楚 不是 那段大家心裡面都跑掉了 我等一下下課我要做什麼 我可能要先去便宋 我可能要先來喝咖啡 或是說我可能要跟人 唱什麼 你反而注意力都分散 反而是我現在 一直講到8點25分 這個時間你的注意力最集中 你聽得最清楚 所以呢 他在網路上的教學 他在網路上的教學 都是free的喔 他在教數學這些 他有用英文教 用中文教 中文是我們台灣的老師 把他翻過來的 都是15分鐘一段 很簡單一個概念 就休息了 他教的都很簡單耶 然後全世界有超過2億個學生 包括台灣 包括台東的那個桃園國小 他們那些小學生 他們就上了這個網站去學數學 他覺得數學的能力大幅進步 大幅增加 他教的很簡單耶 一點都不複雜 今天我要告訴各位 以後各位要開始去領導耶 各位 我們執政以後 各位到一個單位去 很多人問你耶 你要開始去領導 開始去帶領這一群人 朝同一個目標邁進 如果今天一個政令下來 好我們政治局 擬定好一個政策 交到事務局各位的手上 各位要去執行 那個細節都藏在魔鬼裡面 魔鬼都藏在細節裡面 還是什麼 讓各位注意力集中一下 像這些 你怎麼去領導 怎麼去執行 我們今天要開始 很簡短的開始告訴各位 讓各位用一些故事 讓各位去引導各位 讓各位了解 各位現在是不是覺得應該改變了 你們會想要改變才會做在這裡對不對 今天既然各位坐在這裡來上高級班 想必各位都已經準備好 今天不是初級班 不是還在懵懵懂懂 不了解法理 來上了高級班 你就已經準備好 要當官了不是嗎 還是今天是逼不得已被迫來到這裡 父母親要求 還是這個朋友這樣死脫活脫來捧場 我昨天還聽到有人來捧場 我不要當官 我只是來捧場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也要給他鼓掌 真的是很偉大 但是今天你要來了解 你就算你捧場 你也要來了解 你要來了解 你才有辦法去跟人分享 沒有人家會疑問三不知 這個旗子為什麼要這樣擺 那為什麼 一個一個一個順序 為什麼不能擺錯 這是法理一個一個下來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 在美國軍事政府佔領 在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之下 日本天望 這個擁有的台灣民政府 就像剛剛秘書長講的 一個步驟step by step 從昨天晚上 我們又坐到這邊來 來準備接受高級班的訓練跟洗禮 我們就要把心理心態準備好 如果今天 我講真的 隨時 美國現在比我們更急 為什麼 因為 中國國民黨一直一步一步一步的 想要跟中國共產黨大和解 要喝大和解的咖啡 不是施明德 是要喝大和解咖啡 他們準備要大和解了 當初 當初 在那一九四五年 在那一九四九年 為什麼 美國 要把我們台灣交給中華民國來管理 因為他怕我們台灣人 傻傻 傻傻 騙去 不小心就變成共產黨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跟共產黨是 那個不共戴天的敵人 所以他覺得交給中華民國 至少台灣不會淪陷 但是現在台灣快淪陷了 他們看了越看越緊張 越看越害怕 從ECFA 再來浮帽 不是熱營喔 那個廣告浮帽很好笑 我每次想到浮帽 我就想到浮帽熱營 這些一步一步進步到現在 他們要喝大和解咖啡 他們要讓台灣跟中國大陸 跟中國合在一起 這是美國絕對不允許的 所以美國 他的動作比我們還快 老實說 老實說 現在九月坐牠 要給你這張 你準備好了嗎 你準備好要做什麼 沒準備好 這樣你就會像 我們 每次我們高雄桌桌上講的 你有準備 回營仔後 準備要去弄關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回什麼營仔 你會的都會把你騙 都會把你騙 都會把你騙 都會把你怪 你營仔一個回來 他說五三組 去做議員 做代表 做官 百分之多少 九十幾喔 做完官就隨機弄關 為什麼 因為不夠專業 因為不夠專業 我們現在要開始了解 很多時候我們要開始去了解 去思考一下去進階 今天這堂課 最主要讓各位去了解一些 可能以前各位沒有去注意到的 我先從一個小小的故事開始 我們去思考一下 有沒有常常聽過 在做業務 常常在訓練說 要去練習自己的潛能 練習自己的頭腦 練習自己的想法 我請教一下各位 怎麼賣梳子給和尚 我們 不是褻瀆和尚 我們在廟裡面 每天在吃山念佛 然後頭裡的光光的 他們需要用到梳子嗎 怎麼樣把梳子賣給和尚 這是一個公司的這個營業部經理 他給他的手下出了一道題目 叫他們把梳子賣給和尚 好 我們來想想看 我們 我們等一下自己也可以去思考 可以去想很多事情 有很多方法 我上次也 初級班有跟各位講 找方法不要找藉口 第一的人 他出門就開始沒 他可能遇到事情 他都會這樣先罵再講 他對事情都是憤憤不平 他說什麼 狗經理 他直接想狗經理 他不是姓狗 他直接什麼狗經理 回想都沒有頭問 頭問 又賣什麼爬子 找一個酒罐 喝酒 喝喝的回去睡 回去跟經理說 回想沒有頭問 所以我沒辦法賣給他們 經理 味道笑 阿回想沒有頭髮 那是不是你告訴我 有沒有人知道和尚 和尚沒有頭髮 有沒有人不知道和尚沒有頭髮 大家都知道 第二的人 來到一間廟 找到回想 跟回想說 我想要賣一支爬子給你 回想說 我沒路用 我用不到 那個人把經理 說 他的作業說的一遍 他說如果賣不出去 他就沒頭髮了 你要自逼 你回想要自逼 阿回想就 好啦這樣我來買一支 有沒有看到很多悲情訴求 有效果啊 至少你會賣出一把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每次經過我都會去觀察 因為 我住在中立 我每次經過我都會 這個 只要經過十字路口 就會有賣玉蘭花的 然後我會去觀察 我會買 其實賣玉蘭花也要有頭腦 你會發覺有些賣玉蘭花的 他就只是拿在那邊 有些年輕人他就不動 然後有些賣玉蘭花 我看過在中立的那個環溪路口 跟那個 中正路口 我每次都跟他買 而且我每次跟他買都不只一串 他的玉蘭花 不僅很乾淨 看起來就是賣相很好 很新鮮 而且他每個玉蘭花上面 他都會做一個新的鐵絲 每一個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新 新的顏色都不一樣 你看起來就五顏六色 很漂亮耶 然後他就跟我講 我只要開車經過熟客的 他直接就拿給我四種不一樣 他那個新就四種顏色 然後他就拿給我四種顏色 然後跟我說五十塊 已經習慣了 他只要看到我的車子經過 他就準備好四串 跑到那邊去 他已經 我第一次跟他買 他就記得我 他就記得喔 他會問我姓什麼 我說我姓蓮 下次他就來 蓮先生 四串嗎 我第一次跟他買四串 因為我第一次本來跟他買一串 他一串二十塊嘛 他很漂亮耶 我就算一算 我有很多女兒嘛 買四串可能還不夠分 所以我就買了四串五十塊 他說四串五十塊 他從此以後 他只要看到我 蓮先生四串嗎 那有時候我不想買 我反而要躲他 我要刻意繞過那個路口 變成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看到他就會買 看到他你就會花五十塊 他就把玉蘭花做得很好 很有賣相 他不是在要耶 他問你如果不給我買我會死 對不對 他不是說你如果不給我買 我就沒辦法了 我會死了 我兒子沒辦法吃 我兒子小子沒辦法 第三個人 他也來到寺廟賣書籽 和尚說真的不需要 那人在廟裡面轉了轉 他說 師父 拜訓是不是心愛神 會想說對 心神是不是要心存敬意 他說對 要敬 他說你看 很多香客很遠來到這裡 他們很虔誠 但是封城樸樸 蓬頭垢面 如何對佛尊敬 你說的有利喔 再來往下 如果廟裡面買一些書籽 這些香客 來到這裡 先把頭髮梳理整齊了 把臉洗乾淨了 不是對佛的尊敬嗎 回想說你說的有道理 這樣我買十幾 放在那個梳妝台 放在那個洗手台 大家要洗蔬果 順便把自己身體打理乾淨 第四個人 他也去廟了 他也去給他回想又不會熱 回想也是一樣回答 每一個和尚 第一個就是 我不需要嘛 因為有光頭 然後那個人對和尚說 如果廟裡面 準備書籍作為禮物 送給香客 實惠有意義 香火會更旺 和尚想 這樣有道理 我要一百倍 他的需求 你自己去思考 看的角度 看的視野 上一次也跟各位講 你看的角度 看的視野不一樣 第五個人他怎麼講 他說 他說 和尚每個回答 剛開始都是一樣 不需要 和尚他說 你是得到高僧 書法有造義 如果你的字刻在書子上 刻一些平安書 積善書 送給香客 弘揚佛法 弘揚書法 老和尚 美美笑 善哉善哉 買一千八 對 對人的人 他說一些話 賣一萬把 賣一萬把 他說什麼 他告訴和尚 梳子 只要善男性女 身上都會戴 每個人都會準備梳子 對不對 你身上會不會準備 把梳子出來梳頭 不會嗎 女生身上有梳子的舉手 有啦 大部分都有 男生可能 這個頭髮比較少 比較不需要 可是很多男生也都有戴梳子 我以前也都有戴啊 職場的梳子 會覺得很奇怪 很娘這樣 我就沒有開始梳了這樣 好 然後呢 他說 你如果 為梳子開光 成為他們的護身佛 護身符 又能夠積善行善 又能夠保佑平安 很多香客 還會為自己的親朋好友 請一支 保佑平安 弘揚佛法 養我四願 天大善事 大師其有不做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大師雙手合十 師主有這番美意 老那其能不從 所以就買了一萬把 取名積善書 平安書 由大師親自為香客開光 然後那個 大家聽到的這邊 這個來這裡 有吃又有顆 更多人來 得到的善款 非常非常的多 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還受傳統的觀念的束縛 你今天不會來到台灣民政府 你如果用常理去領導 去輔導 去帶領 你不太適合做 為什麼 現在世界一直在求新求變 速度變化得非常快 你如果沒有去改變你自己 你怎麼去改變別人 你如果沒有提升你自己 一直不斷來吸收新的知識 你怎麼去改變別人 就像我每個禮拜跟各位開的書單 這個是我每個禮拜一 我固定的 我要嘛就是去書店 要嘛去上博客來那個網站 去了解最近有什麼新的書 一個好的領導者 他一定有閱讀的習慣 而不是有滑平板的習慣 真的 你會發覺現在人太習慣滑平板 我也有啊 但是我的平板電腦的開的 我的那個智慧型手機開的時間是固定的 你會發覺很多的領導者 他們開智慧型手機 他們或是說讓那個 我們的政治局委員在找我的時間是固定 他們都知道什麼時間找我這樣 類似這樣子的 你不能把自己的時間完全open開放 你會沒有辦法自己成長 來再往上啦 往上 不是不是 對往下啦 第二個客人 第二個人在賣同行星 叫叩頭營銷 第三四個人是顧客滿意戰略 第五個迎合顧客心理 第六個呢 創造客戶的需求 你在行銷你要能夠創造客戶的需求 你東西才賣得多啦 因為已經不削而削了 你今天在領導的過程裡面 你要讓你的 你的組織 你的團隊 為你工作 為你賣命 你真的要學會不削而削 我再舉個例子 人有競爭的心態 有一個那個 鋼鐵工廠 他們每天都要練那個煤渣 然後呢 他們就是以那個 一個貨櫃一個貨櫃寄單位 然後呢 經理就看他們每一個 早班跟晚班嘛 每一班都很懶 然後那個動作都很慢 反正這個公家機構 然後做都做不好 他真的是很頭痛 因為長官給他目標 今年你要練幾萬個那個 那個貨櫃這樣 結果他就一直 一直想不出好的方法 那時候就有一個老師 來到那邊給他一個建議 那個老師沒有很多 他就在地上 他就問他們說 這個白天的工人 一天大概可以練幾個貨櫃 他說大概練八個貨櫃 那晚班的工人呢 他晚班工人大概更少 晚班都還會喝咖啡聊天 大概練七個貨櫃 很簡單 他就在那個工廠的入口 那天晚上 他就拿那個很大很大的那個 去訂購一個很大的粉筆 他要在那粉筆 在那地板上面寫 讓一般工人來上班 他們在那邊寫一個酒 花一個很大的酒 然後他們就有人進來 進來就看來說 欸 這今天是白天的工人 你趕快嗆瞎 他們今天早上用了九個貨櫃 我們今天晚上拚過他們 所以他們第二天早上起來 他們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時候 他們練了十個貨櫃 他們就把那個酒擦掉 在地上寫十 第一個是那個老師寫的 後面就是他們自己寫 那工人開始 他們開始請拚 你知道嗎 白天的工人一來看 他們在跟我們嗆瞎 他們練了十個貨櫃 好像很厲害一樣 他們晚上就這樣拚 他們拚了 白天就這樣拚 拚了十二個 又把那地板的字擦掉 寫十二 就在開始良性競爭 原來他們的工作量 是可以這樣無限的提升 因為那些男人都 比較會拚 他們喜歡拚 結果那一群男人 自己拚到要死 那個經理就很滿意 半年就達到上面交給我的 所有一年的目標 因為他們一直標 可以這樣標到二十三十這樣 做到要死 就是為了一口氣 人爭一口氣 佛爭一炷香 所以要有風環 很多事情都有方法 然後書上都有教你方法 這些我都從書上看來的 然後用在很多人的身上 很多時候有時候要請將 有時候要激將 你只要用心 他都有方法 可以讓你去訓練 去輔導 去領導 書上都有教你 你沒有看到 克罕的教育學院 你怎麼知道 有人可以用YouTube YouTube去教育 可以教育超過兩億個人 而且都不用錢 而且他們成績都進步 會這樣子口耳相傳 連老師都會告訴他的學生 有空上去那個軍醫的網站 看一看 你的數學會進步 我女兒數學本來很差 他就開始上去看 真的有效耶 他引起你學習的興趣 你要引起興趣比較重要 讓他有興趣開始學習比較重要 你這樣把牛拖到河邊 叫他去喝水 他不渴他怎麼會喝水 我們常常做這件事情不是嗎 你把牛牽到河邊 然後拼命的叫他喝水 他又不渴 他才剛吃飽 剛喝完水 你又把他牽到河邊 他怎麼會喝 你打他 你抽他 你把他壓到水裡面 他還是不會喝啊 要你喝水很簡單嘛 有沒有 大家從小都聽過啊 太陽跟北風的故事 有沒有人沒聽過 這小朋友都有聽過吧 沒聽過嗎 記得 知道我在講太陽跟北風的故事 知道 那我就不用再講了吧 還要再講一遍嗎 再講一遍 太陽跟北風有一天很無聊 他們兩個就在打賭啊 看到有一個那個旅人 穿著很厚的衣服 他們就在打賭 誰能讓那個旅人脫光光 想起來了齁 然後那個北風不是就一直吹 一直吹 他越吹越用力 越吹越大 北風現在那個旅人 把衣服包得更緊 深怕被風吹掉 你想想看齁 女孩子如果走在樓梯 然後他又穿著短裙 對不對 如果又有底下又有冷氣吹上來 他會做什麼動作 雙腿夾緊把裙子拉短一點 拉緊一點 就怕被風吹起來 走光嘛 所以這個是人的天性 風一直吹 他會把衣服包得越緊 太陽很簡單啊 他只是讓他的溫度加大 一度一度往上升 現在你還不拖 27度 28度 29度 30度 熱到你受不了 熱到你真的想說 看有沒有那個冰塊 可以把自己包起來 所以你要讓人自己願意去做 這就是我現在要開始跟各位講的 喚醒心中的巨人第一句話 我們放上第一個投影片 第一個投影片 下一頁 這個不用了 我們人要改變 要靠意願 不是靠方法 絕對不是靠方法 你方法有用 10% 20% 但是這個人 你給他再多的方法 他如果不想改變 他如果受了68年的教育 他如果深深的相信 他的注意力就固著在那裡 什麼叫注意力固著 我請問一下各位 小朋友也可以去想 你把自己 坐在那裡 然後請人家幫你灌漿 你知道那個建築物要灌漿 灌漿這個地基才會穩固 你人坐在那裡 然後把他灌漿 把你整個人用那個水泥把它包起來 那是什麼狀況 你看不見 你聽不到對不對 你說不出來對不對 因為你整個被水泥包起來了 當你固著的注意力的時候 當你的注意力在固著的狀態 就像被水泥包起來一樣 你聽不進去 你也看不到 你也說不出口 就算你心裡面認同了 你都講不出來為什麼 不可能 你就只有三個字不可能 我從小受的教育 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從小受的教育 三民主義 我從小受的教育 我們有台灣光復節 你現在告訴我 中華民國在平潭 你現在告訴我 台灣沒有光復節 你現在告訴我 我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聽不進去 我也看不到 我也說不出來 你好像講得有一點道理 那怎麼辦 你現在出去外面 我很多我們的委員 甚至我們的同心都來問我 老師你這麼厲害 他說我很厲害 你這麼厲害 你把我們教要怎樣 那個人就是這樣 牛扛到白天就是 我自己的手在那裡 說到催俠傳播 跟他說四點鐘 我認同啊 你講的都有道理啊 可是我不相信 你說的都有你啊 但是我不相信 因為我68年來念的歷史 尤其現在30歲到60歲的 這個30歲到60歲的 年輕人到中年人 這一段 我們事務局 我們事務局要找的 就是35歲到60歲的 這個我們的同心 政治局要找25歲到45歲 你們上完高級班 你們都有資格 如果你們想要參加政治局 當政務官 或想要到事務局當政務官 都歡迎來找我 或者找徐格林幹事長 但是30歲到60歲真的 頭部都電鋸鋸鋸鋸 你們今天坐在這裡 你們今天為什麼會坐在這裡 你們有沒有思考 為什麼你願意相信台灣 台灣民政府 會給台灣一條火路 為什麼你會坐在這裡 我們問自己為什麼嘛 你找到為什麼的理由 你才能說服別人嘛 你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我爸叫我來的 我媽逼我來的 我朋友叫我來捧場 反正我就坐在這裡 那既然坐在這裡了 既來之則安之 你聽完以後你覺得有道理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改變 你為什麼會想要辦身份證 為什麼會想要去告訴別人 你可以來上 因為他可以當官嗎 沒有這麼簡單吧 如果為什麼你在講的過程裡面 為什麼他都聽不進去 他就不想改變耶 他一點都不想改變那怎麼辦 這很可憐的那個中華民國的教育 都希望我給你答案 我給你答案你會 你會弄拚啦 為什麼 因為我給你答案就一條而已 有時候他會問你十幾二十條 你總不能每一次問 他問完以後 你這個問題很好 等一下我回去再問一下 總不可能他問完以後 再回去問老師吧 他會覺得你很不專業耶 你不是要跟他辯論 你不是贏了嘴巴然後他不來 你是要用你的行動 用你的行為 用你的一舉一動去影響他 讓他覺得說 你真的在改變耶 我願意改變 那嘴巴講一講而已啦 我現在開始 晚上不要看風水設計 我在想 因為那個卡通講風水設計 我現在晚上不要看 我願意改變 然後呢 在家裡沒有看 趕快出門以後問朋友 你有在看風水設計嗎 我去你家裡看 因為我家說我要改變 所以我不會在我家裡看 我去外面跟你家裡看 這樣有改變嗎 什麼叫做改變 改變是不是終止就有的行為模式 創造一個新的行為模式 這是不是改變 我們要終止就有的行為模式 創造一個新的模式嘛 其實 你要喚醒你心中的巨人 也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但是很多事情你要能夠做到耶 你知道很多的成功人士 你想要成功 結果你做的跟他都不一樣 你覺得成功人士 他身體都很健康 他們都不抽菸 結果我們在外面一大堆人抽菸 抽菸到底有什麼好處 我以前抽了14年耶 我還抽到菸斗 我那個女兒現在坐在這邊 她還跟我講說 爸爸你吹菸斗 用吹的 我抽了14年耶 可是我說我不抽 我一根就再也沒抽過了 因為我想不起來抽菸到底有什麼好處 有些人告訴我說飯後一根菸 快樂是神仙 有些人告訴我這個幫助排便 有些人告訴我可以放鬆 抽菸還有什麼好處 抽菸的好處 有大過抽菸的壞處嗎 有嗎 沒有 我們都知道沒有 很容易那個肺 我們裡面的肺腺癌 像瘋瘋瘋瘋 像這些 我們都知道容易 得到這些比較重大的疾病 那為什麼你還要抽 你為什麼還要慢性 至少我不是吸毒啊 請問一下抽菸跟吸毒 有很大的不一樣嗎 我不是在challenge各位 因為各位想要改變才會有方法 我們去上課的時候 很多同學說他很喜歡吃巧克力 他有很多想要改變 他想要改變的一些想法 但是都沒有辦法去做 想法不等於做法 最長的距離 世界上最長距離 就是你的頭到你的腳 你腦袋想的 跟你腳下做的 會不一樣 我也想戒菸啊 我每天都在戒啊 不是嗎 我只要咳嗽我就不抽了 不咳嗽我才會抽啊 我也很照顧我自己身體健康 總會有一大堆理由 跟一大堆的藉口 你總會有你自己的講法 這就是問錯問題 一定要問對問題 等一下後面也會告訴各位 怎麼樣提問問題 我們先來 在這一段課程結束之前 我們先來看那個 聚寶盆與垃圾桶 這是一個這個父親 他很驚訝 同樣的父親 教出來的小孩子 會有不一樣的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 跟他的父親想法完全不一樣 這父親很難去想像 你能夠常常看到別人的優點 你就是聚寶盆 你如果常常看到別人的缺點 你就變垃圾桶了 為什麼 這個柏勞恩又失業了 一直被老闆fire 他滿大街轉了一圈 沒有找到工作 他的情緒很低落 他去酒吧喝酒喝了老半天 把身上最後一塊錢喝了酒 然後回到家 很累了 又喝酒又累 可是家裡面也不是天堂 他非常這個 對他寄予厚望的兒子 克利斯蒂安沒有給他爭氣 成績比上個學期退步 他狠狠的瞪了克利斯蒂安一眼 再也不想跟他說話 又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呼呼大睡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 第二天早上他習慣性拿起筆 寫昨天的日記 5月6號星期一 真是一個倒霉的日子 工作沒找到錢花光了 更可氣的是兒子有考察了 這樣日子還有什麼盼頭 人生沒希望 他的人生是黑白 柏勞恩來到他兒子的房間 打算叫兒子起床 但是克利斯蒂安已經比自己早上學去了 這時候柏勞恩突然發現兒子的日記本 忘了鎖進抽地 他忍不住好奇看得起來 5月6號星期一 這次考試不太理想 但是我晚上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爸爸的時候 他沒有責備我 他是深情的盯著我看了一會兒 使我深受鼓舞 我決定努力學習 爭取下次考得更好 不辜負爸爸的期望 他爸爸瞪他 他說他爸爸深情的看了他一眼 怎麼會這樣 我明明我的日記寫的是我瞪了兒子一眼 為什麼變成說我深情的盯著看了他一會兒 勞恩繼續好奇的翻起兒子以前日記 5月5號星期天 山姆大叔的小提琴拉得越來越好了 我想有機會我一定要去請教他 請他教我拉條提琴 柏勞恩又嚇了一跳 5月5號前天我會去啊 我的日記寫什麼 來往下拉 你看他柏勞恩他寫什麼日記 他寫說5月5號星期天 這個該死的山姆 又在拉他的破提琴 我本來想多睡一點 被他吵得不安生 如果再這樣下去 我非報警 沒收了他的破提琴 不可 喂 我非報警 沒收他破提琴 柏勞恩跌坐在椅子上 半天無語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 他已經變得悲觀厭世 煩躁不安 難道自己對生活的承受力 還不如一個小孩子嗎 從此 他以他兒子為師 他開始變得積極開朗 他日記念人完全變了 5月7號星期二 我找了一天的工作 雖然還沒有哪家單位 願意聘請我 但是我從應徵的過程 學到不少東西 我想我只要總結經驗 明天我一定能找到滿意的工作 5月8號星期三 我今天終於找到工作了 雖然是一份前功的工作 但是我想我一定成為世界上 最出色的前功 他是德國最出名的漫畫巨匠 埃奧博勞恩 博勞恩在1903年3月18號 身在德國的福格蘭特山區 在工廠當過前功 給報刊畫過漫畫 為書籍畫過插圖 最廣為人知的是他的連環畫 富與子 後來有人問博勞恩 聽說你是因為一本日記 改變的觀念 變成了大師的 博勞恩說是的 確實是因為一本日記 但是要聲明的是 那個大師不是我 真正的大師是我的兒子 克里斯蒂安 我們往上拉 拉到最上面 這個剛剛標頭那邊 你如果能夠常常看到別人優點 那你就是聚寶盆 你如果看到別人的缺點 就變成垃圾桶 你自己想要當聚寶盆 還是要當垃圾桶 在各位一念之間 所以我常常 上一次初級班 我有告訴各位 我常常告訴自己 所有的事情發生都有原因 我一定找得到他對我的幫助 每一件事情發生 一定有原因 我一定找得到他對我的幫助 這是你看事情的 你的人生觀跟你的態度 你每一個朋友拒絕你 跟你講我不認同 我不接受 你有沒有辦法找到他對你的幫助 你出去 你會開始跟大家介紹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嗎 不會嗎 你會開始跟他介紹初級班 跟他介紹高級班 你會不會遇到拒絕 會啦 拒絕比接受的多得多 68年來 他的注意力 就已經固著在那裡了 他已經深深的相信 教科書上面教他的一字一句 我剛開始聽的時候 我也很震撼 我是很shock 但是我從頭到尾 我就知道說 因為我的長輩都經歷過228事件 所以我從頭到尾就知道 中華民國他本來就把我們當殖民地 我從頭到尾就知道 他們的目標就是反攻大陸 而且我從小就已經知道 因為從小 開始就有老師教我們自己要會思考 我從小也知道說 他們一直在騙我們 因為我印象最深刻 但是我念到教科書上面教到說 中國大陸的可愛的同胞們 他們新三年舊三年 風風補補又三年 很多人都念到啊 那時候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什麼叫新三年舊三年 風風補補又三年 真的 他們說他們一件內褲可以穿九年 對啊 新的三年 舊的再穿三年 然後風風補補又穿三年 所以我中國大陸的同胞很可憐 他們都啃樹皮 他們都去挖吃草根啃樹皮 所以我們要去拯救在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們 可是我那時候覺得很不可思議啊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有機會開始去接觸 問到從國外回來的長輩 沒有啊 誰跟你在一起三年就三年 中國大陸很好啊 他們沒有這麼可憐啊 中國大陸的教科書也在寫啊 中國的教科書也寫說台灣的同胞很可憐 台灣的同胞新三年舊三年 風風補補又三年 他講我們很可憐耶 我們也在 我們也在那個 那個啃樹皮耶 吃樹根耶 吃草根啃樹皮耶 所以你要自己會去思考 真的要多一點心去思考 去想想看 到底 你現在接受的訊息 既然它是真的 你現在的歷史是真的歷史 那你怎麼樣讓 這個68年來 已經接受這樣的思想的荼毒的 這些你的好朋友們 他們怎麼去改變他們的觀念 觀念沒有對或錯喔 只是結果不同而已 人通常會改變喔 有的時候是因為自己的荷包 像現在新竹座他們的名片 後面都講啊 趕快辦台灣身 趕快辦台灣身分證 顧 顧荷包 為什麼要顧荷包 一旦執政齁 大家會搶得來辦身分證 那個時候有身分證齊貨可居 因為有身分證呢 可以先拿到五千塊的消費券 有身分證呢 他在銀行裡面的錢 一比一兌換 沒有身分證呢 他要排隊等 他如果直接要用錢 他那時候是四十萬比一 一波新聞前喔 四十萬比一 所以他忍著他不能用錢 他不能用衛生紙 他不能去吃飯 他什麼錢都不能用 他只要一用就是四十萬比一 所以他要一直等 他會來找你們 但是我告訴各位 千萬不要犯法 尤其是各位是公務員 你只要幫人家換錢 你就是貪污 貪污呢 就是唯一死刑 我現在講得很輕鬆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以身釋法 因為我們這邊 政治局很多委員 他們已經摩權擦掌 他們要禁止這些 以前中國的壞習慣 流到台灣來 所以我不希望你成為那個 那個季旗的那個亡魂 季我們法理大旗的亡魂 所以他們現在辦身分證 他們真的在顧他們的荷包 他們可以在交接執政的時候 他們可以直接一塊換一塊 直接可以去用那個錢 否則他們要等 他們要等身分證下來 那身分證什麼時候會下來 如果身分證全部都塞車 全部都在那裡 他要等多久 現在身分證一張平均要等多久 各位知道嗎 少則三個月嘛 多則半年嘛 也就是說三個月到半年 他只要去動他銀行的錢 我有一個朋友他有1000多萬的存款 我跟他講 這1000多萬存款 如果你真的要用那時候 你只要一換錢40萬比1 他說什麼 你在講什麼我聽不懂 我說你到時候 你只可以換到300塊 什麼300塊 我說1000多萬換300塊 真的啊 30塊是多少 就1200萬耶 你不要跟自己的錢開玩笑嘛 他們都不會跟自己的錢開玩笑 因為像這樣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自己默默的 自己默默 因為他一直跟我變嘛 你就不好意思 然後自己默默的 找其他的人來辦身分證 因為他不會跟自己的錢開玩笑 所以你要找方法 你要改變他一定有方法 先把他的固著的水泥把它打破 所有的事情一定有方法 你如果說 聽他說不可能 你就不可能 所以你要說有可能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第一堂課先跟各位上到這裡 我們下一堂課我們繼續來探討 然後我們把我們自己心中的思想 把我們的巨人 一個一個的喚醒 喚醒我們自己心中的巨人 今天現在第一節課先上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各位好玩請起立 走 學校休息 那個新竹州黃維倫 請到直播台這邊來找我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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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